王妃婚变了人们在遗憾她和李亚鹏的爱情最终没有走到最后的时候呢 不少人呢还是自然会联想起啊 王妃的第一任丈夫窦围的那段旧情 近日呢由易能静担任制片的电影《摇滚英雄》呢 是正在赶工拍摄当中 对 要不怎么说人生如戏啊 套用一句广告词就是我们不创造戏剧 我们只做生活的搬运工 如果一部影视作品能够把生活的那种精彩和跌宕起伏 还原50%的话 那都应该算了一部经典好片了 而我们说到这部片子呢 怎么看都套上了王妃的影子 虽然没有挑明说 但是情节叙述总感觉和王妃的那段旧情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